影響全港打工制的強積金制度早在2000年12月實施 雇傭雙方分別需要按員工的月薪5%用作強積金供款 強積金是政府推行的一大退休保障制度 不過推行近12年以來民間爭議聲音不斷 最大的質疑就是打工仔在強積金戶口儲到的錢 將來夠不夠退休用 會不會出現退休而沒有保障的情況 NPF的保障水平是不足夠的 因為現在的工款都比較低 又有上限又有下限七槌八槌 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它只是保障了所謂有工作的人 如果有很多不同的社群 包括家庭主婦、雙產人士 其實它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是小很多的 所以工款各方面都是不足夠的 所以這個令到有很多很需要受到保障的人 反而現在在NPF的制度之下受不到保障 團體計過 以過去強積金的回報率 和工資增長幅度計算 在未來十多年退休的人士 過去所儲得的強積金 相等於每個月不足三千元 由此可見 在強積金制度下 將來所滾傳的退休金額 直接取決於打工仔的收入 和工款連期 還要考慮市場波動 和扣除行政費 所以 對於在職貧窮 貧窮長者 以及無工作的人而言 強積金 是無法保障他們的退休生活 業家認為 要加大強積金的保障 政府最急切要做的 包括 取消強積金可以抵消遣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的安排 正視強積金行政費用過高的問題 並且定期對此進行檢討 研究針對那些未納入強積金制度內 即是沒有參與勞動市場的人士 由政府幫他們供款